前文哉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说到 在九龙城寨里面 是打到一锅足 加藤士分开的几个小战场 慢慢合拢 终于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战场 几个大战场就很容易了 说起来 我们今次先讲一下 AV和黄狗这场战役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次刀锋我说到 AV是奋不顾身地向前一跳 一手就戳着黄狗的铁链 拉着黄狗一起跌下楼 AV加藤士心里是认为 黄狗这条契狗行为实在太邪恶 而他的实力也太可怕了 今天就算是和这条黄狗同归依尽 也算是为世间除了一大海 说回这双黄狗 他现在时才真真正正感觉到恐惧 因为任凭他黄狗武功再高 他终究是没有铜皮铁骨 也敌不过地心吸引力 只听见是 一连串的巨响过后 黄狗和AV两个人加加上超过300斤的驱体 撞穿了一个仓库的顶部 但是 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仓库堆满了箱和杂物 就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AV和黄狗一跌跌在上面 虽然受伤挺重的 但是居然没有跌死 这阵时大火是从外面慢慢的蔓延进来 很快半个仓库已经变成了火海 好了 两个人搭下来 黄狗率先挣扎着爬了起身 加阵时 这个黄狗是整嘴鲜犬 一直面无表情 因为加阵时痛苦和愤怒 使得他的面扭曲变形 只见到黄狗是断断续续地说 我 我 我死不了 我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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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可以 对了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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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大牛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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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没有死吗 只见到站在黄狗对面的AV 是拨开了落在身上的杂物 漢然地凸起身 黄狗加阵时死死地背着AV的面 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嘶 经过刚才的一轮恶战以及刚刚的猛烈冲击 加阵时 AV的面具终于崩裂了 而碎片即是插满了整块面 令到AV本来已经凶暴的面容 是更加之得人惊 AV加阵时的心情是几生又惊 因为他已经是很多年都没遇上过 令自己如此狼狈的对手了 大牛龟 你 你真是打不死的吗 哼 黄狗一字说 就好像那只癫狗那样咆哮了起身 他制起了剑指 对着AV的胸口一次就刺了过去 但是AV这一边 肌不鼻又不闪 就在黄狗的手指啪一声 插在胸口的同时 他砰 一锤就打到了黄狗的胸口那里 啊 黄狗是痛到怪叫一声退开 而AV就是好像一句不知疼痛的丧尸那样 无论是受到多么猛烈的攻击 亦都是毫无知狗 仍然是一步一步地靠近黄狗 各位 其实打到家阵时 黄狗和AV他们两个心里都已经很清楚了 他们两个人的体力已经是达到了临界点 能够撑下去的继续战斗是全凭一股意志 AV刚才的一拳 是打断了黄狗几条肋骨 对于这个不怕死的大牛龟来说 黄狗心知肚明 他打下去一定会输的 于是黄狗是运起了最后的力气 一转身就跳上了墙边踏起身的杂物 攀上了刚刚跌下来 撞开了的屋顶 瞬间就不见了蹤影 AV是眼白白地看着黄狗 他是很想追上去 但是他现在时已经是身受重厂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AV在城寨里面是经历过无数的战斗 从来都未受过重伤 更加是未倒下过 但是今天他的战斗是已经到了生死的边缘 AV心里面很清楚 是绝对不能放过黄狗 因为一旦放苦归山 必定是后患无穷的 他不可以累低 他一定要和这只黄狗同归于准 于是想到这一时 AV抬脚要追 但是突然之间全身一远 劈拍一声 AV是跌倒在地上面 各位想知道AV的性命如何 真的要下集才说 但是今集还没讲完 不用心甲也不要骂刀锋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看下在城寨里面另外一个战场 讲下哪里呢 讲下大老板那一事好吗 大老板对陈乐军的致命一击 加陈斯在被一个不足之客轻易地化解了 大老板是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是令到自己呼吸不上 他猛延一个转身 见到一个文质奔奔 两奔飞伤 身材被自己矮了整折的友仔 你站在自己面前 大老板就心中不安 大老板就心中不安 咦? 那么多位 当年大老板是勒兴了龙卷锋 于是江湖上两大社团是斗了个你死我活 但是他大老板就并未真正见过龙卷锋的样子 后来双方是阳战不成 以为从此就再没机会碰头了 想不到终于在年三十晚这一晚历史性的会面 二十年来啊 那么多位 龙卷锋的名字就好像噩梦那样 一想起身就令到大老板他寻食难安 现在大老板是紧握着拳头 但是仍然是禁不住拳头微微地震动 这阵时只听见龙卷锋就缓缓地说 做什么?还不动手? 大老板如果你劣的话 就立刻给我滚出城窄 以后不要再让我见到你 听到龙卷锋这样一说 大老板的面部肌肉是不住地抽搐突然之间 大老板是把心一晃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拳头粉碎这个挥之不去的恶梦 我大老板如日中天天大地大 浪金光湖我最大龙卷锋 我还用努力吗? 我还想另教一下你大老板到底有什么power 这阵时大老板疯狂的拳头 就好像一只猛手那样 集向龙卷锋 而后者只不过是轻轻地一抬起右手 啪啪啪 三掌分别击中了大老板的胸口 小福和大腿 大老板根本是看不清楚龙卷锋是怎样出招 就发现自己已经是杜菲出去五六米远 到了家阵时 大老板才有点不可思议 龙卷锋的实力比自己的想象之中还要得人害怕 哼!这阵时只见龙卷锋对着阿洛和信一说 信一、阿洛 暴力团的人将整个城寨搞到鸡飞狗跳 你们两个将这帮散仔和我赶出去 大老板这一鼠就交给我就得了 信一就说了一声收到了 跟着他们两个人分别扶起了吉祥和十二少 迅速离开 顺着打斗声去找暴力团的人算账 各位 在二十年之前 龙卷锋还在江湖上走的时候 他一直以来是主张以和为鬼 甚少是和人交手 后来是因为大老板踩地盘 直接踩上他胸口 他才大开杀解 而到后来 有因为一个极其神秘的原因 而退隐城宅 至今为止就再没出手了 到了今天 再次辣兴去 踩上胸口的 依然是面前的一个大老板 龙卷锋不出手质意 一旦打了起身就会出尽全力 而大老板这一阵子 也都已经是感觉到龙卷锋的杀起 所以大老板是绝对不敢有半点大意的 至今为止 没有人知道龙卷锋的武功抵势 传闻龙卷锋的权力 是可以在斩眼之间 轰碎了一个人全身的大部分骨落 大老板这阵子正在想想想想想想 而这边伤龙卷锋已经毫不客气地发起了攻击 龙卷锋的权实在太快太猛了 大老板这又不是接又不是 只能够靠叉雙拳 护在身前硬生生地接了龙卷锋的一拳 紧接着又是一拳 直接是打中了大老板的阻力 这一下是令到大老板全身剧统 向后急飞 就是刚才 大老板似乎是看清楚龙卷锋在出拳当时的一些傲臂 他看到了什么傲臂 说出来就得人惊 他似乎是望见了龙卷锋的拳头 好像一只旋转字的钢鱼那样直插目标 不通 这个就是传说之中的旋锋拳 哼 大老板是知道自己一时打不赢龙卷锋的 不如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而龙卷锋这一边 见到大老板撩枝大吉 他竟然是有如一条飞龙那样 在后面呼啸着紧追不舍 这阵时大老板是已经跑上了一栋楼房的天台 只见到大老板气急败坏的大声话 撑你个废啊龙卷锋 你以为我吃斋的 一字说他反身对着紧随身后的龙卷锋就打出了一招 哼 对于这一下回马枪 龙卷锋是多多少少有点意外了 黎不及防备之下勉强是避过了之 但是他的衣襟 还是被大老板撕开了几度 龙卷锋心里头就想了 咦 莫非是传说之中的萧林虎爪 好了 这阵时大老板突然间收住身影 他见到四下无忍 突然间就对着龙卷锋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龙卷锋 别打住 你是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来的 听到大老板这样一问 龙卷锋是一时感觉迷惑不解 大老板就继续说 咦 龙卷锋 今天如果不是要进来捉陈乐军这只反骨仔 我是绝对不会破坏同你的承诺的 我看你的样子 应该都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来的了 龙卷锋 我就想跟你说 今天我进来真是迫不得已的 咦 你知道的 我二十年都没踩过进来 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不喜欢搞事的人 是不是 大老板一字讲 一字是观察着龙卷锋 见到龙卷锋是没有发动攻击的意思 于是 他走前两步就接着说 那个陈乐军呢 是以下饭上 还想夹起我的女儿 做老爸的是很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女儿 是不是 所以 我就一定要怼念这个陈乐军 龙卷锋 反正陈乐军对你来说 是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对你是根本没影响的 你就没必要插手来帮他了 我不是恋你 我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争斗 好 其实呢 我都是一个爱好和兵 砰 哈哈 什么事啊 这么多位 因为没等大老板说完 龙卷锋是突然之间一拳打过来 大老板 你今天带了几百人 你这混蛋玩偷杂 死人头啊 想不到你这个人 是这么不明示利的 一字讲 大老板是顺手拿起了脚边的一箱啤酒 一下子就飞向龙卷锋 龙卷锋是当中一匹 碎玻璃 立刻就四三飞开 大老板是继续在这里咆哮 十二仔他年纪小 不懂分辨是非 顶你这个废龙卷锋 想不到你几十欧都是这样 横棒棒 一个一个都喜欢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好啊 你这么喜欢打嘛 打 打 我打死你 大老板一字讲 双爪是死死地捉住了龙卷锋的伤力 而龙卷锋呢 则是双权齐发 权劲是直观了大老板的前胸后背 两股力量冲撞在一起 两个人是各自打开了开礼 旋锋龙拳对少林虎爪 一时之间竟然是难分高下的 在这边商 龙卷锋就想 大老板之前是已经和陈乐军他们几个 已经打了一个round 照理来说 体力是应该消耗得差不多 但是 家阵市看他打架 连气都不喘一下 哼 这么怪的 而大老板这一边 其实 已经连三分的胜算都没有了 因为他估计 龙卷锋应该是擅长打持久战 所以打得越来 对自己就越为之不理 他是要想尽办法 尽快地结束这场战斗 这阵时只见到大老板是将他颈上面那条领态一扯扯开了 向空中一抛 对着龙卷锋的大声地说 龙卷锋 你要打 我就陪你打到底 我要挖你的心出来 一致说 虎爪是集向了龙卷锋的胸口 但是还没碰到龙卷锋 龙卷锋就一脚踢中了大老板的下巴 跟着又是一脚 直接是将大老板踢出了阳台 跌到了对面建筑物的一个窗口里面 龙卷锋紧接着也都跳了进去 因为龙卷锋心里面清楚 要一口气搞定大老板 绝对是不能够给他回气的 但是龙卷锋双脚刚刚一落地 在黑暗之中 一个煤气管是对着他飞了过来 龙卷锋一侧身就避了过去 接着又是一个过来 龙卷锋是动起了手臂硬当一下 煤气管是直接跌落地下 还有啊龙卷锋 大老板的声音未同 人就已经冲到了龙卷锋面前 虎爪是一声 滑向了龙卷锋勒间的皮肉 龙卷锋即刻向后退 调整气息是全神皆比 大老板这一边一招偷襲成功 非常有趣 嘿嘿嘿嘿嘿嘿 怎样啊龙卷锋 知道我的厉害惹没有 龙卷锋就缓缓地说 看来这一战一定要出尽全力 只见到加阵时龙卷锋是脱下了长衫 露出了一身好像精钢那样的肌肉 一个栩栩如生的龙形纹身 真是盘距在肌肉上面 这样一脱衫 连大老板也都不为之赞叹 嘿 几十岁人身材还保持得这么好 难得 不过龙卷锋 你都不是传说之中这么厉害的 哼 枉我忍气吞声了二十年这么久 这阵时龙卷锋就已经不再好似 你刚才这样温文耳雅了 而是摆出了架势 准备和大老板在大战一场 哼 大老板 厉不厉害 你马上就知道了 好了 龙卷锋和大老板的热身比赛就已经打完了 加阵时是准备入气浴了 要知道 大老板和龙卷锋 他是谁声谁负呢 我们下次再说